Hello各位朋友,我是Teacher Abel 这节课我们学习HSK6课本的下车 我们学习第六单元到了大数据时代 Big Data Error 我们来学习,今天来学习Warm Up部分 Warm Up一,乐生一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有数据记录 比如吃饭,运动,心跳,血压,这个购物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 请想一想还有哪些数据与我们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呢 是关系密切的呢 I type it out 比如跟数据相关的 我们上面提到吃饭,看病,看病 比如这个病例嘛,数据,学习也有关系 出行,打车啊,对吧,出行 还有呢,工作,工作也有关系,对不对 帮助我们很好,很快速的工作,大数据 好,看病,学习,出行 住房,找房子,找到合适的房子,我们用大数据去搜索 各个方面,大数据呢,给我们很多的信息 给我们去处理信息,帮助我们处理好信息 书籍信息,处理信息,然后得出好的result 好的结果,好的选择 比如说看病,还会分析我们以前的得的病,对吧 然后学习呢,会帮助我们快速的学习 查漏骨缺 哪些我已经学会了,哪些没有学会 然后叫AI 出行呢,帮我们规划最好的路线 哪个哪一条路线在堵车,我们他会规避那条路线 选择一条更合适的路线,对吧 这个工作,工作大数据都会把我们处理一些东西 对吧,用大数据去分析工作,帮助我们工作 来解决很多的问题 那住房也是一样,把我们筛选住合适的价格 我们想要的价格,对不对 多大的房子,哪个位置会把我们去选择好 大数据很有帮助 我们接着来学习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想一想 下列词语有什么联系 有什么联系 我们来看到 忙 忙 表示什么 眼睛看不到 忙 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 我不知道 不明白 不认识 不了解 叫忙 比如说 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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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科学的忙 就是科忙 科学是科 科是科学 不理解 科忙 文忙 文忙 是什么 我不认识字 我没读过书 叫文忙 社忙 社忙 知道吧 这种病 对不对 看颜色 是分辨不出来什么颜色的 哎 法忙 法忙 就是不懂法律 不懂法律 股忙呢就是 呃 对股票 炒股 不了解 嗯 电脑嘛 就不会玩 不会玩电脑 不会用电脑 少忙呢 是一个动词了 就是如果说是 比如说政府 啊 这个地区 有很多人没有上学 没有读过书 还要普及教育 去推广教育 就少忙 让大家读认识字 啊 那这个是航 嗯 嗯 航呢 表示什么 在海 在水 在水上 在海上 啊 开船 叫航 啊 比如说航线 航线 那现在呢 空中的航线 水里的啊 水里的啊 飞机飞行的路线 包括船啊 啊 这个航行的路线 都叫航线啊 航程 啊 航程 啊 就是什么呢 路程 就是飞机啊 这个船啊 行驶的这个里程 路程 啊 比如说多少海里 对吧 航呢 啊 航空 啊 航空 就是飞机飞行啊 航空plan 航天 哇 到宇宙上了 航天飞船 对吧 航海 就是海上航行 航道 嗯 就是这个来啊 路线 航班 啊 一个班次啊 港航班 航班 啊 班次 比如说一个 一回一天 一个航班 对吧 航向 就是航行的方向 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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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发 飞机 出发 人船 出发 嗯 导航 哎 导航 就用的比较多了 啊 百度map 就是导航 对吧 呃 领航 比如说这个一条船 一条这个 航空母舰 呃 比如说 呃 这个航空母舰在 其实在最前面 领航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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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最最最先那一个 啊 最先那一个 呃 夜航 夜航就晚上航行 啊 所以中国的词语呢 你要学很简单 你要理解 他一个意思 然后呢 呃 联想起来 联系起来 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那 这是中国的词语 你学了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几千个字 你就可以用很多的词语 你就学很多 很多的话 嗯 票 要 Ticket 啊 Ticket 一张纸票 嗯 比如说彩票 嗯 买彩票中奖 哎 嗯 没那么逊应呢 哈哈 我买过两次 啊 没有中奖 嗯 门票 啊 门票 去公园的门票 去电影院的门票 这样门票 对吧 车票啊 比如火车车票 飞机 啊 啊 能传这个车票 船票 sorry 一般就是 嗯 火车的车票了 油票 啊 油票 啊 寄封信 以前 会用要 会要用油票 买油票 对吧 那现在基本不用了 现在变成一种什么 收藏品 啊 不用了 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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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这个 坐船 用的船票 电影票 对吧 电影票 戏票啊 就看戏 中国有 北京 Opera 对吧 有看过吗 啊 月票 嗯 按月数的票 对吧 免票 哦 就不需要你点free 免票 售票 卖票 就是卖 卖 啊 sale 开票 开票 给你开张票 开张发票 对吧 我买的东西要有发票 要交 你是要纳税的 退票 啊 with fund 退票 啊 量 量 海量 海量 就是很多像海一样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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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 number 少量 a little a little 数量呢 就是 numbers number 重量 重量呢 就是 heavy the heavy 产量 the amount of produce OK produce product produce produce sorry 产量 生产 生产 含量 含量 比如说这 这一杯东西里面 有水 那这个药量啊 什么成分 有多少含量 包含 比如说 13% 含量 能量 energy energy 热量啊 的 卡路里 卡路里 热量 音量 它的声音 声音的量分贝 叫分贝 多少分贝 音量 雨量 雨量 下雨的多少 比如说 30 30厘米 下多少 下多少 定量 定量呢 就是固定的 不便的 不便的 每天吃多少 对吧 每天 喂多少量 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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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It's the warm-up Next we'll learn the text OK See you Bye-bye I'm T.J. Row See you